吃饭咯 其实给安排做的 豆腐熬白菜 早适的嫩黄瓜 来个炒洋葱 这洋葱好不好吃啊 到嘴里点甜的 剩的黑猪肉 给它打了打了 配点小青蒜 还有透过屏幕 就能闻得见的酸酸甜甜的小馅 不酸呀超级甜 大家好 现在开始播报了 五天新闻 刚老转说怎么这么严肃 给你们要播新闻 嗯 超级吃这个葱 这洋葱是昨天 早上去早市 大伯哥心痛地里泡的 还带着洋葱那个 那个葱 大家还给你留点小嫩丝蘸酱 好香 嗯 好吃 做吃洋葱好 对 还是吃的好香啊 能说别的 来一份黑猪肉 嗯 好吃 来一份 来一份小青蒜 老婆 你看这个 有个信息 都可以吃一份 然后北京喝 出玩的不容易去 我看来不是咱俩吃啊 哈哈哈哈 是吗 好像别的城市有的城市是一样的 然后北京说出玩的不容易去 这么吗 因为北京毕竟是国家的首都 是吧 不容易去 北京毕竟不过挺好玩的 但是 说心里话 对市容市貌 多少会有影响 是不是 那别说你的意思就是让 反正 别的城市有的地儿 没看就反正 不知道就是也是不允许还是说 真的打擦杯酒 你们说 就这个摆地摊这个 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 你们同意吗 我个人不太行 那城市弄的多漂亮 小青现在说心里话 像一线城市 你不摆地摊没有卖东西的大街上 还堵车呢 人也多车也多 你这边摆着地摊 交通用土 是吧 垃圾满地扔 多营养师 我个人不太行 如果说要摆地摊 说归这一块市场去 是吧 像导市 像导市似的 有各种新鲜的东西 有厂家的那个 那个营业执照 有个人营业执照 有厂家的那个生产的盒子 这种的 这种 我就是 我比较在 对吧 你说一上大街上 上那个 繁花路段 你说你摆这一天 可能吗 我觉得不太好 因为 我个人感觉 里面发表发表 你们的意见 但是说心里话 现在 现在比较难正 所有人都想 搞个副业 是吧 也可以理解 这个就是 取舍的关系了 是吧 前两天说有的时候 我就感觉 北京不可能让 对 刚出的这风吹套动 不可能的 我觉得也是 我当时就回车 这个 生产吧 不可能的 没有那么简单 你们那门口都允许了吗 对 如果允许 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 摆会地摊 哈哈哈 卖点什么 要允许 老者我俩去摆地摊 卖点黄瓜啥的 哈哈哈 黄瓜没有啊 但是顺忠我没有啊 嗯 还有多多捧场子 哈哈哈 暂时我们先吃饭了 好 好 大家各输己见 好 好